航班夜晚降落古城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公安税务联合出击 打掉特大假发票 炙手团伙 记者全程追踪 2000亿的假发票 一线正在播出 这一天夜里 西安警方正在展开一场秘密抓捕 此前警方初步掌握的线索 是一名涉案嫌疑人 有可能在今晚乘飞机到达西安 由于正处于航班进港出港的高峰时段 机场上的人流量很大 并不利于抓捕 经过机场警方的协助 两名民警前往机舱出口守候 其余民警在旅客出口守候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消息 已经落实了 人在飞机场 还有半小时落机 MU2372 松河浩特 9.50道 现在马上就 当晚十点多 民警在嘻嘻嚷嚷的旅客中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这名犯罪嫌疑人 所涉及的 从咱这个主要嫌疑人 手中买的这个发票 目前查证上千万 数量是非常大的 第二天一早 警方和税务棄查部门 对白岩葵的住所进行搜查 在白岩葵的住处 警方现场搜出了 尚未交付给客户的假发票 票面金额达到上百万元 白岩葵交代 刘涛这个人 和他已经合作了三年多 最初是中国手机上 收到了垃圾短信 建立起的联系 由于购买假发票 可以大量的偷逃税款 白岩葵便一发不可收拾 你像这个20万 这个片面金额 给人付了多少钱 这个就2000块钱 百分之一 你钱能够咋给他 打过去的 有时候各个账户 有时候过来的人 叫我摩托车 刚才过来 真幸福的拿走 白岩葵说 这几年来 虽然跟卖假发票的刘涛 频繁打交道 但是却从未跟他见过面 交钱交货的方式 通常是网上转账和包裹快递 或者是通过一个神秘的中间人 专门送票的一个摩托车司机 专程去送票 在送票过程中比较隐蔽 见面提前沟通好 在那见面 也不对话 一手交钱 一手交票 很显然 白岩葵只是犯罪链条上 很小的一环 在他的背后 还隐藏着许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对这个犯罪链条的调查取证 税务警察部门 早在2013年 就已经开始行动 我们在去年专门开展了春轮行动 在春轮行动里边 我们重点打击的是买房市场 在打击买房市场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有许多的发票 来源于同一个团伙 当时税务部门将掌握的情况 反映给警方 巧合的是 警方当时也已经对涉税犯罪 展开了秘密调查 在去年的下半年 在西安其中爆发了很多 手机的垃圾短信 里面有很大量的 这个带开发票的信息 还有街头的一些散发名片 在调查这些垃圾短信的来源时 民警发现 虽然发短信的号码各不相同 但是这些号码 却有一个共同之处 手机信息全部是虚假 用虚假身份证 或者虚拟人 去申请的这种手机卡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西安本地的假发票 大多是从南方的一些省市流入 因此 警方对假发票的来源 进行重点侦查 通过对这种重点地区的真控 就发现了 有假发票 就是寄到这些闲事 假发票来源是从广州过来的 邮寄 大家邮寄过来 这些空白假发票 警方发现 平均每个月 都会有一批空白假发票 从广州发到西安 而取票的人 是一个名叫张立足的中年男子 不过通过信息比对 狡猾的嫌疑人 用了一个假名字 对外宣称的身份 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 而且他能寄清 他可能面对A公司 他说是自己是老张 或者是张总 面对B公司是王总 通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发现 与张立足在一起的 还有一名中年女子 此人几乎每天 都会和一个摩迪司机联系 他就把这个假票 放到信箱里 交给摩迪司机 摩迪司机送到以后 把就是药票人 把这所谓的酬劳 交给摩迪司机 再交给他 交易过程非常迅速 我们中间也经营几次 就是也跟了几次 两人见面 就跟好像就跟问个路一样 在今年年初 警方化妆城购票人 与张立足取得了联系 这个嫌疑人 有时叫张勇 有时叫刘涛 但警方最终确定 此人名叫金静敏 浙江泰州人 今年52岁 暂住在西安市 西厚地的一个小区里 与他在一起的女子 对外叫吴连 实际上真名叫张平 而那名摩迪司机 与金静敏住在同一个小区 是那里的常住户 名叫冯明 负责给客户送票并收款 为了掌握更多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并不急于 对金静敏等人实施抓捕 而是采取放长线 钓大鱼的策略 继续进行侦查 他主要是拿 以群发信息这个手段 向社会 不特等人群 进行发布 发布完会有一部分人的 很快会有需求的情况下 给他联系 在这个技术上 他固定了一批相对的客户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锁定了三个 购买假发票的大户 分别是白岩奎男50岁 是一名个体包工头 李雄飞男54岁 某企业负责人 李渝男30岁 某企业负责人 其中白岩奎 是金静敏最大的一个客户 白岩奎就是 这个人名下有好几个公司 公司之间就是互相导账 仅仅我们就侦查跟踪 发现的是 给他送票 大概送了有二三十次 这也是一小部分 除此之外 警方在侦查中 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名老年男子 长期从金静敏那里 大量的购买假发票 但是此人并没有工作 名下也没有注册公司 发现他长期往这个人给他送 这个所谓 就是这个陈中华 发现他对不特定人群 进行送票 然后当时初步估计 他就是个 因为根据侦查经验 应该就是个中间人 中间人等于是抓住了 犯罪嫌疑的心理 我每回从这买票的时候 你不会问我 我是要这个票做什么的 我在通过我自己 在街头可能散发名片 或者我通过那个 网上宣传的方式 他在重用整这个茶价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 警方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 主要人员信息 收网行动即将展开 那就在4月9日 警方部署收网的当天 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 购买假发票的大户白岩奎 当天突然离开西安 发现他4月9号早上 坐飞机到胡克特 买的是往返机票 4月13号晚上10点 应该从胡克特返回 考虑到白岩奎是一个生意人 此前也经常往来于全国各地 并且这次他订的是往返机票 专案组民警估计 他这次离开西安 是一次计划内的正常出行 因此对于白岩奎的抓捕 警方决定在他4月13日返程时 在机场实施 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抓捕计划不变 这个人叫做陈中华 外号的老周 今天冯明 咱三号人物冯明 送票给这羊头送票去 陈中华就是警方之前 掌握的那个中间人 此时警方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 他将他第二天上午 去参加一场婚礼 第二天一早 侦察员就来到了半坡公交车站 准备对陈中华实施抓捕 讨厌到陈中华要接着朋友 有可能乘坐公交车前来 一名侦察员守在公交车站 其余侦察员在周围观察 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仍然不见嫌疑人出现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车辆 难道嫌疑人突然改变了计划 现场情况就很不清楚 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时也有点回心 有点失落这种感觉 上午9点10分左右 马路上出现了一男一女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从我对面过来相对年龄偏大的 一个男女 这个女的穿了一个枣红色的上衣 这个妻女差得很轻 我估计可能 我判断她可能是去参加婚礼的 侦察员立即跟随着两个人 发现两个人大约走了一百米后 上了一辆黑色轿车的后排 在抓捕陈中华的同时 专案组在当天分成了七个小组 对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 分头展开抓捕 上午11点 购票大户李渔和李雄飞分别落瓦 警方在两人的公司 分别搜查出若干张 已经制作好的假发票 当天下午5点左右 在两名主犯住处遁守的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张平一个人从外面回来 金静敏并没有出现 民警决定带张平进屋后 先将他控制起来 请客人 把人控制起来 把人控制起来 你这儿是跟谁带一块住了 跟谁带一块住了 跟我多情人了 那你还说是浙江的 经过现场去闷 犯罪嫌疑人张平向警方交代 此时金静敏正在西安火车站附近谈生意 一组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抓捕金静敏 当晚七点犯罪嫌疑人金静敏落网 与他一同落网的还有一名叫寇涛的男子 此人是金静敏在西安的上线 给金静敏提供定额假发票 这我干嘛来了 我说在买的 不存在买的 我就说这些票从买的 这不是从西安的 我明座告诉你 这个票是不存在买的 这个票从广州买的 广州谁手里买的 那个我们浙江的老乡 叫什么名字 人我没记住 有电话吗 这话有 林警在金静敏的住处搜查出6000多张各类假发票 其中大多数是网络击打发票 与传统的定额假发票相比 这种假发票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的这个现额就没办法去控制 一张发票也可能开50万 也可能开500 这次开500万 5000万都有可能 我们原来的定额发票呢 最大面值就是5000块钱 初步估算通过这种红白的假网络击打发票 理论上可开金额应该说是应该超过2000亿 金静敏的住处就像是一个假发票的加工站 打印机 假工章 短信群发器等设备一应俱全 首先是金静敏从咱卖卡的黑卡的路平的手里头 大量的购买黑卡 继续通过他的群发器向社会不定的人群发布信息 除了群发垃圾短信 金静敏还用假名字印制着大量的名片在街头散发 当有需求的人们接收到了这些信息 就会和金静敏取得联系 针对这个客户的需要由他找这个刻章子的 把售票单位的这个章子制作 只要是他业务需要 他等于是什么样的章子他就敢去伪造去刻 当假章刻好之后 盖家打印好的假发票上 再由金静敏的女友张平 把发票和客户联系方式交给摩迪司机冯明 由冯明负责送票 就这样金静敏的一单生意就算完成 最多开过多少钱呢 一百多万了 一百多啊 那你收费是怎么收的 一般说0.5 他要是0.3 0.1 0.2 我们有的时候也中 金静敏2012年来到了西安 两年时间里 他到底制作过多少假发票 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 不过从他的非法收入上 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计算 以前人金静敏 就这几年以来啊 单纯就他一张银行卡的收入 已经达到近百万元 按照最保守的计算条件 金静敏每卖出一张假发票 他的非法所得最高能达到票面金额的0.5% 那么近百万元的非法收入 换算成假发票的票面金额 应该在1.5亿元以上 这给国家税收带来了 1千万元以上的损失 假发票严重地惊失了国家的税机 诱发偷税 骗税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为财快造假 贪污贿赂 洗钱诈骗 经承国家资产等经济犯罪 提供了辩类的条件 危害公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 败坏社会成性 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以假乱真 假发票放上真信息 千里追击 专案组堵截假发票源头 2千亿的假发票一线志在不出 在犯罪嫌疑人金经明等人落网后 警方接连将负责送上的摩迪司机冯明 伪造假印章的张英 以及大量购买假发票的白眼葵抓获 然而 在个案件进行审理时 警方发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 金经明制作的假发票 不仅从肉眼上难以分辨真伪 就连假发票上的代码以及二维码 都能在税务部门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他所谓的网上可查的真票 是一种科隆票 他的二维码和票号信息 确实是网上可查的 但是发票它本身是一张假发票 民警所说的科隆票实际上是利用真发票的发票代码等信息 将这些信息移植到假发票上 他每回开票的时候 他会先在网上搜寻这一号段内 哪些号已经被开出去了 已经是数据认可的网上可查的发票 他在针对这个号段 在选择性给这个客户开票 然后客户拿了票之后在网上查 就可以发现原来这个票确实是网上可查 不过犯罪嫌疑的这些把戏并非天衣无缝 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轻易识破 如果我们通过手机来对这二维码进行扫描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的号码跟这个是一样的 包括开出的公司西安高新商务酒店 但是收票方是不一样的 它收票是中国华西 它收票方变成了西安中信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 还有金额上面显示是920元 但它上面是16900元 据金静敏交代 他经手的假发票大部分来自于广州 今年7月 西安警方联合税务棄查部门远赴广州 对假发票的来源进行追查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专案组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黄林富和窦松涛抓获 在嫌疑人的住处 专案组当场搜出全国20多个省市的伪造涉税票据 总量达到6万份 包括税收完税证明 建筑业统一发票 通用击打发票 增值税发票等 在现场 民警还发现 用来制作假发票的飞铃硬板是三份 很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制售假发票的犯罪团伙 警方接下来将对案件进一步深挖 2014年7月12号 对于在监津靖海县唐关屯镇 做机械加工生意的李先生来说 至今都难以忘记 早晨我去完钱 以后是9.07一份 因为要给工人们发工资 李先生和同事两人一大早 就开车来到了镇上的银行 汲取现金 当李先生和同事取完钱 开车回到工厂门口时 突然一辆黑色的大众牌轿车 拦在了李先生车辆的前方 这车我都停了这个电影 就我一样的这个位置 对 走这些个车 停了这个位置 他挫还都过来了 直接扶你旁边 就插到你前面来了 对 大概 车在什么位置 坐停这个位置 车头 车位 跟着骑着 车头在那 好过我们这一车吧 嗯 面对突然停靠在自己前方的车辆 李先生很是纳闷 并提着从银行取出来的钱下车查看 我确实是那个他业务的了 找找我闹长的 赶紧 顶活是干嘛的 李先生回忆 当时那辆黑色小轿车前排座位有两个人 而当自己靠近对方车辆副驾驶位置时 车门突然打开了 副驾驶上的那个陌生男子 拿着一把刀快速从车内出来 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 李先生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六万多块钱就被全部抢走 等我都吓啥了 拐好几天 我还有一些 一自带一停车 今儿一停我洗了 都不那样 当时吓啥了都 妈也不知道 当李先生意识到 钱在自家工厂门口被抢后 马上叫人一起对嫌疑车辆进行拦截 开车子上前走了 上前到那边就要过来了 到前面敲那时候 转过来了 转过来我们车最丁的 牵的人有个倒扣 然而 当嫌疑车辆再次靠近李先生的时候 面对车内一名陌生男子的举动 李先生只能放任嫌疑车辆 慢慢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驾车的这个嫌疑人 拿出一把手枪来 指着被害人 说了一句 再对我开枪打死 当靖海县长官屯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 嫌疑车辆早已不知去向 除了受害人李先生对于两名嫌疑人的外貌特征描述外 办案民警在现场也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身高都在一米七五左右 两个人都戴同样的黑色棒球帽 戴同样的口袋 其中一个人体态稍胖一些 短发眼睛比较大 皮肤比较白 脖子上戴着一条大概一指粗的金像亮 他的说话是本地口音 针对嫌疑人的外貌特征 以及带有本地口音的特点 办案民警立即对辖区范围内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查了一下符合这种体貌特征 有个类似钱客的这种嫌疑人 然后排查了在周围附近村 有没有这种异常反应 或者说平时输钱了 或者经济比较紧张了 去急需用钱的这种人 与此同时 办案民警还通过天网监控 查看嫌疑车辆的逃跑轨迹 跟青线的方向那条路上 再往后坐的话就没在坐 就那个视频监控啊 就出现盲区了 看不见了 通过调取各路口的视频监控 办案民警发现 嫌疑车辆在案发后不久 就驾驶五排车辆出了近海线 进入河北清线 通过这个很长时间的比对 仍然没有发现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所以这个车和人就在我们警方的视线中消失了 而针对辖区内的排查 办案民警也没有获取关于嫌疑人的线索 基本上就是陷入了僵局 光天化日之下 嫌疑人公然迟早抢劫 这给堂关屯镇派出所民警 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种案件的辖区影响 这个负面的影响很大的 老百姓的安全感受到了挑战 通过走访和对嫌疑车辆逃跑轨迹进行追踪 却没有得到有效线索 办案民警推测 受怀人李先生在案发当天早上九点多 从银行出来没多久 钱就被抢 那么很有可能嫌疑人是一路跟踪尾随李先生 到时机成熟时才作案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在跟踪的过程中留下蛛丝马迹 通过下去的录像啊 银行周围的视频监控啊 所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侦查 通过监控可以看见 2014年7月12日上午九点 李先生坐车来到银行门口 并提着一个红色带子走进了银行 李先生取完钱后 提着带子向营业厅外走去 然而正当李先生所乘坐的车辆 从银行门口钢驶上马路 一辆无牌的大众小轿车便跟了上来 一直跟到李先生工厂门前 并在监控盲区进行作案 因为车我们可以查的线索很少 他没有拍照 拍他的就条件就没了 就是人蒙面 戴口罩 提问这个长相 我们不掌握 所以这个拍查又是一个难度 基本上就叫无处可查 一辆无牌汽车 两名蒙面歹徒 线索少之又少 闲人究竟藏身何处 危险行车 一线正在不出 2014年7月17号 此时距离先生被抢 已经过去了五天时间 长官屯镇派出所民警 在街上进行巡逻时 一辆无牌照车辆的出现 突然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我们的民警 发现在那个农航门口 有一辆无牌照的 那个银灰色私欲轿车 因为在12号抢劫案发生的当天 这个嫌疑车辆是一个黑色麦藤 他前后也没有悬挂牌照 这辆本田私欲 他停放的位置 也是在唐光屯农业银行附近 民警猜测 难道这辆无牌车辆和12号 抢劫李先生的那辆无牌车 有一定关联 通过进一步观察 民警发现 这辆无牌汽车里面 同样也是坐了两名男子 然而当民警准备上前 对车内人员进行盘查时 这辆无牌汽车却突然启动了 这个举动就引起了我们民警的警觉 我们就怀疑这个车是不是就是12号抢劫案的那会儿嫌疑人所驾驶的这个车辆 车里的人是不是就是12号抢劫案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 这个协议车辆不顾民警的命运依然选择倒车 想要逃离现场 这个时候我们民警果断的出枪 命运这个协议人立刻下车 下车 之后对这个两车进行了突击检查 发现这个车后座上有口罩 帽子 迷彩服 同时在这个副驾驶座的下方 发现了一把砍刀和一只仿真手轻 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心里面很高兴了 虽然说没露出来 我感觉这就是72的嫌疑人了 我们已经进行了突击检讯 这两个嫌疑人供述了 他们就是7月12日在唐冯团阵 抢劫60500元现金的犯罪嫌疑 他叫杨学金 今年33岁 河北苍州市青县人 面对半岸民警 杨学金悔恨地说 要不是因为欠有高额赌债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据杨学金说 自己原本在老家青县的煤矿上开货车 收入还算不错 可自从赌博后 有时一个月辛苦赚来的钱 仅仅几个小时就会全部输光 为了筹钱还捞心子 捞小时候赢回来 结果越玩输越多 为了筹钱还赌债 同时寄希望于靠赌博翻身 杨学金想到了通过抢劫来获取赌资 我说你为什么抢劫 因为我输钱了 在赌局上输钱了 限高利贷了 由赌博引起来 想着想玩抢劫 杨学金说 在跟踪抢劫的过程中 自己主要负责开车 而下车进行作案的 是自己的一个同乡 叫张国健 他就是张国健 今年30岁 河北省青县人 和杨学金一样 张国健也是因为赌博 导致倾家荡产 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杨学金原先就提出来 我就说了 后来我们俩一拍几盒 就说不行就强点了 张国健说 他们从河北青县来到天津 近海先作案 并没有事先踩过点 选择来到近海 主要原因是离老家近 交通方便 也是随意的吧 怎么办 那我们说上唐文团 银行 找个银行 找个大点银行 张国健说 他们和受害人李先生 并不认识 之所以选择李先生 进行作案 是因为在蹲点的过程中 发现李先生随身 携带了大量的现金 正好当天 7月12号 这个被害人去取钱 正好他们去 去那个大宗县街 被他们发现了 当时来这个取钱的 拿了个塑料袋 回看就是 肯定是取钱的 出了以后又尾随筒 出来之后能够看到 他塑料袋里面前 明显变多吗 明显变多 看有像几万块钱的 当时也谈开车车 对 尾随 杨学金和张国健两人开车 一路尾随李先生的车辆 但开了一家工厂对面马路 李先生的车 突然靠边停下后 张国健等人觉得 作案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他不停车的话 他直接 因为他不就在旁边的工厂吗 直接开进去了 你们还能抢吗 不抢了 不抢了 因为抢不到了 在作案得手后 发现李先生 一直在想方设法 截停他们的车辆 杨学金顺势掏出了一把枪 事后 两人驾驶 无排大众汽车 逃回了老家倾泻 这一次你分了多少钱 凭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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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而 据作案仅仅五天时间 杨学金和张国健两人 却又驾驶无排车辆 来到近海县 唐关屯镇 那就是 就是瞎转 就转 停在 反正就睡觉了 因为瞎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令杨学金和张国健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停靠在银行附近的车 早已被民警盯上了 同时 通过办案民警深挖 杨学金和张国健两人 还交代出另外几起案件 他们交代 在此前 他们还在河北省 一家烟酒店 抢劫了四万多元现金 同时 他们还准备实施一起绑架案 但是 没有成功 他们车 这两辆车 都是从青县县县城的 那个汽车租赁公司租的 非常对不起他们 给他们造成那么大损失 说以前对不起 也晚了 总是对不起他们 现在联系不到 外面肯定是想起李子散吧 不会吧 哭不 虽然案件得以告破 可案发时 所受到的惊吓 就在受害人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一号主意呗 有习区教训 你从车里 出来以后 到达一个 你能有效控制的 一个空间里下车 你比如说 你进了工厂的院子 一般的 像那种 尾随银行区牌院的 他不可能追到 你院子里去 如果你确实 因为取得现金的 素质比较大 怕出意外 可以跟我们公安机关联系 我们的征派警律 陪同你去取款 感谢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